雜喊的三分教 它的过程就是这样 先有修多罗 修多罗很简单 就是语体文 就是经义直说 佛地址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观无常 有无常得无我 类似像这样 要观五运 什么是五运 色受想形 色是什么 四大吉四大手照色 那受想形是什么 是因为根尘是何尔森处 处去受想事 反正就这样 就这样讲 那讲了之后 那么为了方便你 有一些讲的比较多 或是有一些经义 它为了帮你色受 你帮你祭词 因为很多经嘛 或是一部经里面很多道理 那有些不清楚 所以就用祭诵的方式 方便受词 那么祭诵 祭诵流转了 因为它是简单的道理 那所以你以前没有读过那些经的 你再来背 你只背这个祭诵 你当然不了解 如果你以前就看过这个经的 你背这个祭诵 你当然就了解 但是你以前没读过这个经 你只背那个祭诵 你当然就不晓得在讲些什么 所以它又广分别说 所以它又广分别说 在解释这个经说的道理 或是解释这个祭诵的道理 所以就变成长行 企业 然后再解说这个企业 那这解说这个企业 有可能就回到原来这个 或是再多加一些 就有 就分别说 广分别说 广分别说就是论 论就是广分别说 好 那这个是最初的所谓三分教 那当然如果我们从这个赤地来看 那么原来就只有修多罗 后来为了方便受词 那企业这一部分在佛陀时代就有了 在佛陀时代就有了 后来的演变就变成 你会看到经文里面多长 都是佛陀讲完了之后 那后面再用一个祭诵企业 不过多数 多数 多数这个企业都是后面 可能是后面的论诗 那么为了方便继续造的 但是即使在大圣经里面 或是有一些案件里面 看到佛陀讲完了 就以祭诵 就再用一个祭诵讲一次 那照理说 照理说 佛陀说法就直接直接说 他不会讲完了再用一个祭诵 你们把它背起来 照理讲不会这样 所以这个祭诵基本上就是为了收摄这个经义的 后来就变成一个固定的文体 所以你看这个法伐经 这个讲完了之后 后面还有一个重诵 那诵有两种 一种就是重诵 一种是孤祈诵 孤祈诵就是 纯粹只是以祭诵来说 那我们看到《阿安经》里面 有一些是佛陀说法简要 那这些简要你用祭诵的方式表现出来 它就变成只是祭诵 那个叫孤祈诵 就是直接以祭诵来说明这个道理 那前面有长行 后面再以祭诵 来帮助你收摄这个意理 然后是经义的 那么这个就叫 这个也是诵企业 它叫做重诵 所以这个祭诵有所谓的重诵跟骨祈诵 那再包括这个就是 变成有色诵 祭诵 一般这个叫做色诵 那色诵有色诵经的 色经的 色意的 那么这个色诵经明的 或经义的 色理的 然后重诵 重诵是前面已经有修多楼了 后面再以祭诵 那么是这样 那么还有所谓的孤祈诵 那孤祈诵 但是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祭诵的意思 那有很多 孤祈诵就是前面没有长行 直接以祭诵来讲的 那这个色诵是色受前面的经的 或是经义的 那这孤祈诵是没有长行 这个是有长行的 前面有修多楼的 那大概 大概如果我们从祭诵来讲 好 那再继续看 他说 这个五十月 倒数第四行 杂案经中属于 如来所说 弟子所说的 共十五卷 那我们说 祭诵本来还有一部分 就是天子所说的 那这一部分 可能就是遗落了 没有了 没有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诸天所说的 诸天祭说的 那但是后来就只剩下 如来所说跟弟子所说 那现在 如来所说 弟子所说的 共有十五卷 就我们这个杂案里面 有十五卷 是负于五音诵里面的杂音诵 道品诵以下的 就是五音诵底下也有 杂音诵底下也有 道品诵底下也有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还有一个六畜诵 六畜诵底 所以他说 这个既说 主要负在 五音诵 杂音诵跟道品诵 那杂罕就四大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 醋香叶 六畜诵 那三个底下都有 如来记说 地子记说 其中一诗的一卷 次第也有错乱 所以导师 为什么要汇编 刊定 就是 恢复到原来的 原来的次第 这原来的说法 五音诵 卷六跟卷七 那杂音诵就多一点 道品诵也很多 那总共有十五卷 那少了一卷 所以就有十四卷 五音诵有两卷 杂音诵一二三四五六 六卷 但是少了一卷 那有一卷写错 那道品诵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样是七卷 六卷七卷 十三卷 那五音诵一卷 两卷 加起来就十五卷 就道品诵有七卷记诵 杂音诵有六卷记诵 五音诵有两卷记诵 其中有一卷不见了 就是杂音诵里面第二十二这一卷不见了 那杂音诵有一卷 写错了 那道品诵有两卷 写错了 这卷数错误了 好 卷三十一为卷 就是卷三十一 他原来应该是 他原来写卷二十三 不是 卷三十一应该是卷二十三 三十一是错的 就是现在讲的卷三十一是还没改正过的 那导师把它改正的就是应该是卷二十三 但是原来是写卷三十一 初 说都算一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三经 接着说 如佛说六经 如是意比丘问六经 佛问诸比丘六经 意如是 所以 多算天是第四天 第四天前面 还有三天 四王天 刀利天 燕摩天 还有这三天 所以很明显的少了三天 所以 可见在此经以前 还有说四王天 刀利天 燕摩天 总共六经 但是现在只剩下 这三经 多算天 化乐天 他化天 所以 这个 这个很明显的 可以知道 前面有这三经 因为它后面就有讲 一比丘问六经 就问这个天的情形 那么此经以前 所缺失的不止三经 应该是一卷 那一卷有好多经 一卷不止三经 因为一经都不多 阿含经里面的一经都不多 不是像这个华元经 华华经 这一经都好几卷 不是 一卷就很多经了 那么现存本的五十卷 那无忧王辟育经 是后来加进去的 只是因为少了 然后琼娜拔陀罗 有这一部经 就把它放到杂涵里面 其实阿育王 阿育王在佛面 很久才出现的 怎么可能 在佛时代讲 有阿育王 不可能有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有阿育王的情形出现 就好像 这个 秦始皇是孔子以后才出现的 孔子的书里面 有提到秦始皇 那是不可能的 类似像这样 实际一诗的两卷 所以上面说到 卷二十四跟卷二十六之间 内容是念著 四念著 那么正段神族 跟五根的最初 道品诵一诗的这一卷 另外一卷就是六玉天宗 四王天等商经那一卷 比对 这个相应不 因为前面道品诵 四五根五立 就是 不是 四正段跟四神主 这部分也没有 三十七道品这一部分也没有 还有四念著最后的那一部分 五根最初的那一部分 那么就是 少掉两卷 现在来讲少掉两卷 那么一卷就是 五根 三七道品里面的四正起跟四如一族 这一部分是没有的 那照理讲应该要有 然后四念著的后面 那么四念著 观生不敬 观受数 观西无常 观法物 后面的这一部分 跟五根最初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应该是在同一卷 就是四念著讲到最后了 证断证神主 四证断证神主 然后五根最初 这个是放在一卷的 这一卷不见了 那这个是道品诵里面的 另外 还有 还有一卷就是 到底是哪一卷 哪一卷扫掉呢 那看这个经义 就是 有讲六经 六经是相对于六天 但是经里面只有三天 从这个多率天开始讲 那前面三天没有讲 那肯定这一卷是义诗 所以就知道到底义诗的哪些内容 所以 那么道品诵一诗一卷 那另外一卷就是六玉天 四王天 道 四王天 道立天跟夜魔天 这三经 为一卷 比对相应部 这六玉天相近的 如龙相应 钱达婆相应 金赤鸟相应 就是那来比对相应部 就是南传的通牒部 就是南传的阿含经 那叫做相应部 那么相应部 就是杂阿含 相应部里面 比对一下 其实就是龙 钱达婆 跟金赤鸟相应 那么北传的杂阿含 没有这一部分 所以有很可能 少掉的 还保留在南传的 就是相应部里面的龙 钱达婆 跟金赤鸟相应 这一部分 在十存的十四卷中 十八到二十一 这四卷 宋义本 宋义本就是 这个 应该是 宋求纳巴陀罗的 这个别一杂阿含 也是 别一杂阿含是哪一个草单 前面有说到 这个留宋求纳巴陀罗的 我们这个杂阿含是留宋的 别一杂阿含可能是更早的 那这个宋义本指的 可能就是这个 这一本的 或是 这个杂阿含 它是 它是这个留宋 留宋求纳巴陀罗翻的 那应该就是宋义本 好 那我们先来看 它说 宋义本以别例为 弟子所说宋品 弟子所说宋 所以 这个是 使这个杂阿含里面的 弟子所说宋 就是 龙相应 金赤鸟相应 这一部分 好 四卷 从 十八 十九 二十二一 这四卷 是放在弟子所说宋里面 好 那再看 第六 第六部分 那前面只是讲 杂阿含 那杂阿含里面的 三分教 它是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是怎么样变成三分教的 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现在就讲 四阿含 就是杂阿含 因为这个是杂阿含汇编 那么杂阿含跟其他阿含间的关系 那我们说 这个 大家设第一次结局的时候 只有杂阿含跟八十送律 就是第一次结局 只有杂阿含跟八十送律 那么第二次结局才开始有四阿含 但是从第一次到第四次 第二次五百结局到七百结局 就是王舍城结局 七叶窟结局到辟舍离结局 那么这中间 其实阿含经不断地在传出来 不断地传出来 那越来越多 所以开始又分类 又分类 那妈妈妈妈妈妈 那个时候已经在结局了 并不是第二次才正式有 就之前已经开始有了 就开始分了 杂阿含 中阿含 长阿含 但是到第二次结局的时候 正式有四阿含 然后还有论 还有论 就经历论第二次结局以后才有 第一次也没有论 只有杂阿含跟八十送律 就是法跟律 只有这两部分 那杂阿含里面 现在我们的杂阿含多数是第一次结局的 那么第一次结局的杂阿含 有些后来分到中阿含 长阿含 正亚阿含去了 其实这样 好 那 现在来看 原始博教圣典的结局 从修多罗 修多罗就是杂阿含 那么 杂阿含里面的 就是 修多罗可以叫做金 也可以就是 整个修多罗 整个杂 一般我们这样讲 所有的金都可以叫修多罗 就是一切金都可以叫修多罗 包括小算金 大圣金 都可以叫修多罗 但是 再严格一点的修多罗 指的就是 杂阿含里面的 最原始的那一部分 叫修多罗 那后来 不管是修多罗企业祭送 都叫做修多罗 他就是杂阿含 杂阿含里面有这三部分 杂阿含里面有这三部分 现在我们把修多罗 把这个意思弄清楚 修多罗他就是金的意思 所以一切金都叫做修多罗 比如说我们讲 修多罗赐地所显 一切金 一切金 一般我们说修多罗赐地所显 举格例来讲 就大毗菩萨论里面 修多罗 赐地所显 比赖也 比赖也是绿 比赖也 因缘所显 阿比达某 分别所显 阿比达某就是在广分别说的 应该这个某 一般都不写这个某 阿比达某 分别所显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是有代表性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所有一切金 都叫做修多罗 这个是一切的律 都叫做修多罗 这个是一切的论 都叫做修多罗 那个就是佛法的三藏 那么它的代表就是 修多罗 比赖也 阿比达某 那修多罗 赐地所显就是 修多罗要告诉你的 是修行的赐地 那么 比赖也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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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读经 你要知道 这部经 告诉你的修行赐地 你要读律 你要知道 治界的因缘 为什么要治这条界 它在繁范些什么 它在成就些什么 那么 你要读论 你要知道 这个论的广分别说 它在分别哪些论意 那么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 那么所以这个修多罗 指的就是一切经 这个是最广的 那么 在接下来 我们讲 这个一切经里面分 大胜小胜 如果是密称 就不叫修多罗 我们有大胜小胜跟密称 密称不叫修多罗 密称叫什么 坦特罗 它是用印度教的经典来的 所以它跟印度教有比较深的关系 不管是大胜小胜的经典 都叫做修多罗 但是 在进一步 就是在比较 就是 我们 就是 从阿罕经来讲 就 主要是四阿罕 是修多罗 那四阿罕里面的 杂阿罕 四阿罕里面的杂阿罕 是修多罗 那杂阿罕里面的杂阿罕里面的经义直说 是修多罗 修多罗企业记说 杂阿罕就分修多罗企业记说 修多罗企业 杂阿罕 企业跟记说 杂阿罕里面有这四部分 修多罗企业记说 那指的是 这个 这个是静义直说 好 吓一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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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用听的就听得懂 我讲明就听得懂 是阿罕里面是杂阿罕 是阿罕是哪 是阿罕 杂阿罕 中阿罕 长阿罕 杂 中 长 真 是阿罕是杂阿罕 中阿罕 长阿罕 真阿罕 那么指的是 那么简单 如果再进一步讲 那么这个是一切大圣经小圣经嘛 那小圣经里面就很多啊 也很多 那么特别是指四阿罕 四阿罕里面有这四个 特别是指杂阿罕 杂阿罕里面 杂阿罕里面有什么 修多罗企业记说 杂阿罕里面有修多罗企业记说 所以你看一个名词它可以很广 意义很广 那如果我们就最直接的讲 它就只是指杂阿罕里面的 经义直说 修多罗 那这个也是修多罗 这个也是修多罗 最广的修多罗指一切经 最狭窄的修多罗就只是指这个 修多罗企业记说的修多罗 这个是经义直说 这个是最粗的 有时候你要看这个修多罗是放在哪里用 就这样 这应该是很清楚 那么这个修多罗指的就是一切的经 那这个修多罗不是 只是杂阿罕里面关于经义直说的这一部分 这样应该很清楚吧 就这样 好 那么现在讲到 所以它这里的修多罗就是指阿罕 就是指四部阿罕 有没有 那这里第六个 第五个讲到企业记说的是指这个 这个 修多罗 所以我们这里看 你会发现到这个 这个一样是修多罗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 因为它有修多罗企业记说 所以它只相应的部分 所以现在第六个 前面是在讲这个 现在是在讲这个 它也是修多罗 阿罕 阿罕的意思是辗转传来的意思 辗转传来 阿干嘛 阿干嘛 好 所以它说从修多罗到四部阿罕的分别结局 就从修多罗到阿罕 然后到四部阿罕 是经过先后多阶段的 起初 起初 集成 因 因就是五运 运相应 然后 路处 六路处 沿着彼舌生意 内六路 色身相味出发 外六路 或是外六处 内六处 那加起来就是十二处 再加上六四 就变成十八戒 好 因缘 因缘重要是在讲缘起 讲缘起 那道品 就主要是三十七道品 其实我们说道品其实有很多 但是后来的论诗截其成 所谓的三十七道品 主要以七大类为主 但佛说的道品不止七大类 但是这个就是 因为它不可能含色所有佛说的 好 所以以精简的散文集出 这个叫做修多罗 其实就是经义直说 我们叫做语体文 导师这里叫做散文 那散文是跟着所谓的诗词 诗词 富 那以前就是从汉朝 主要是富 汉富 然后后来是唐朝 唐朝是以诗为主 宋朝是以词为主 唐诗诵词 汉富 元朝是以语为主 因为叫配合的饭办 应运 所以诗词曲富 这个是我们中国主要的 所谓经里面的 所谓的几分教几分教 如果这样来讲 就变成四分教了 诗词曲富 但是这个都比较属于 还不是长行直说的 那这个 富当然是最早的 汉富汉朝 然后就诗词曲 到了清朝明清就语体文了 明清就是小说 就是我们的文学 就是我们记载这一些东西的语体 印度基本上 最初是精简的赏文 就是修多罗 分类编制名为相应教 最初的修多罗指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四部分 甚至是杂涵里面的 杂涵里面的这四部分 这四部分里面的 这个经义直说 是指修多罗 赤地极出的有记 名为企业 就是最初是修多罗 就是经义直说 后来在为了便于色寿 受持 那么开始编这个记 那而且把这个记 也一样放在这个经文的后面 所以就变成保留在相应教里面 那他说保留在相应教中的是八重相应 就是有些就直接放在经文后面 那么为适应印度社会的通俗教化 那么这个就比较通俗化一点的 就是翻遍比较多了 八重中天四重 一般阿含经常看到的就是天模范天模范 那天主要有两天 刀立天跟四王天 模 模是欲界的第六天 范是色界的初禅天 那么这三个是阿含经里面最常说的 叫做天模范天模范 那基本上就是四天 这里讲的四天 你在阿含经里面常常会看到天 魔范 那这个都是属于天的 这个魔 魔跟这个 我们一般讲的魔鬼不一样 跟基督教的魔不一样 它还是属于天的 这个是主要天有六玉天 那这个是四王天 主要四王天跟刀立天 这个是最常见的 其他的天比较少 比较少 那 这个魔是第六天 玉界的第六天 玉界的第六天 魔是他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 那应该我们可以这样讲 六玉天里面 六玉天里面就是四王天 刀立天 他化天 不是 燕魔天 燕魔天 多帅天 他化天 跟他化自在天 化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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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化自在天 这个是玉界 这个是玉界六天 玉界 玉界六天 那 佛法里面讲到的天魔法 主要是 这个天主要是四王天跟刀立天 魔是他化自在天 然后这个是玉界 这个是玉界 然后色戒 色戒有十八天 出禅 二禅 三禅 那么 饭 色戒有十八天 主要 有来人间的只有出禅 有来人间的只有出禅 二禅以上不来人间 出禅天 那出禅有三天 其实是同一天 犯中 犯府 跟大犯 那通常 通常是大犯天 就是 这个 他主要是 这个 就是犯主要是指大犯天 但是有时候也有讲犯中跟犯府 那主要是指出禅天 二禅以上的不来人间 二禅以上的很少来人间 几乎不来人间 因为他无寻无事 就定中 不来人间 他没有中 那一般来讲 天模范天模范 阿含经里面常常会看到 那犯天在佛陀时代是普遍的信仰 佛陀灭后到现在印度人不太信犯天 印度人一千间庙里面 他有三大神 师婆神 匹斯努 跟犯天神 一千间 大概犯天只有一间 有一间庙是共产他的 其他都是匹斯努跟师婆的 但是在佛陀那个时代 犯天是很多人信的 那之后就比较 现在是比较没有 那这里讲到八重里面天有四重 范 魔 地势跟四王 就是这里的 天模范 那么有天子 天女 夜叉 灵神 那么就是四王天底下所领的这些重 多数 你一般也把它列在天重 但是它有很多类似像夜叉 那么阿修罗 罗刹 这一类的 夜叉罗刹 甚至是 阿修罗也有别例 有另一天的 就是四王天底下的这些天将 天兵 很多都是夜叉跟罗刹 那 他一般 叫非人非天 但是他是四王天底下的 所以多数属于四王天 那包括我们读药诗经的十二药叉 十二药叉就是十二夜叉 其实就是十二夜叉 那他基本上也 因为在印度来讲 天底下率领的 那么基本上都是夜叉神比较多 那么代表印度一般的宗教信教对象 人四众 这个是天 包括夜叉都在这里面 但是他基本上 有时候叫非人 有时候也叫非天 他是他不像天这样 但是他是隶属于天的 人四众是婆罗门 岔利 长者 沙门 那照理讲 印度的四种阶级是 婆罗门 岔利 废舍 跟 首陀罗 那废舍跟首陀罗 他 因为他主要是 就是信仰的对象 他 他你说那 这个 为什么没有首陀罗 为什么没有废舍呢 那废舍基本上可以说是 一般的人是长者 那首陀罗呢 因为 首陀罗有一种 歧视的意义 所以就不讲首陀罗 这是导师的看法 是这样的 所以人有四众 婆罗门 岔利利 长者 跟沙门 本于印度社会的四种阶级 那印度有 最低的首陀罗 首陀罗中的首陀罗叫 或沾陀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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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更 更被人家看不起了 他们这一些人出门都要挂铃铛 走到哪里 要摇到哪里 人家好知道 他来了 要闪开 有一点像 这个有人自杀 然后台湾的民属 要把肉掌 要送落众 出门 要摇 人家知道 赶快回避 生人回避 类像这样 那 这个 像首陀罗或沾陀罗这种的 出门也是要挂铃铛的 赶快 正常人要回避 不然碰到我倒霉 就是他不干净 不洁净嘛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被歧视的 那佛陀是强调一切众生平等的 特别是在印度的社会上 一切众生都平等 那么很多首陀罗 很多首陀罗 基本上也都有正阿罗 也有的 那印度的佛教基本上已经灭了 不过现在印度出了一个 好像是安倍卡 还是 好像 不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专门在复兴印度佛教 那么稍微有一点点成绩 那印度复兴佛教的时候 最初信 信最多的人 其实就是首陀罗 因为佛教告诉他们 一切是平等的 但是在印度的社会上 佛陀灭后 四种阶级 大都市比较没有 乡下还是很严重的 还是会被歧视的 那这个 他说 本于印度的社会是阶级 佛法主张 世信盆景 所以不立低贱的首陀罗 而代以一无所有的出家沙门 所以长者基本上 是比较代表 废舍的阶级 一般平民 但是富有的长者 那沙门 就是一无所有的 但是没有立首陀罗 居士是废舍中的富有者 就是长者 我们讲大富长者 大富长者 但是长者也不一定大富 长者就是受到尊重的一些长老歧疏 但是一般来讲 长者就是大富长者 多 印度人是这样 虚达多长者 十多长者 你看 那这些都是大富长者 但是他是平民阶级的 废舍阶级的 所以他说是废舍 那一般导师写的这个舍 舍 一般是解废舍 舍利佛的舍 是富有者 其业是可以通称一切记诵 就好像我们讲 修多罗通称一切经 广义来说就通称一切经 那么其业一切记诵 也可以就是叫做其业 可以通称一切记诵 那么由于有记的众相应 名为奇业 于是传诵中的其他记诵 就叫做且陀 所以后来记诵又有很多种 后来又有所谓的忧陀纳 反正就后来代表记诵 它也就有很多名词 那其实这个只是为了要分别 所以后来就有点复杂 就是这样 那导师这里把它讲 讲得稍微清楚一点点 就是本来企业就代表一切记诵 但是后来这个有记的众相应 既然把这个众相应叫做企业 那么其他的记诵要另外说 那不然人家会认为 这个就是众相应 众相应是讲天的 讲天 讲人的 人里面是众 其实就是佛地址 我们叫八众相应 那这个传授中的其他记诵中就叫做且陀 或叫做优陀纳 像法剧经 优陀纳基 玉品 波罗延也 大抵是在这一基运中成立 那玉品是很早的 非常早期的 那么可以说 佛陀在的时候就解极了 是法剧 主要是法剧的这一部分 所以 玉品里面的字 甚至玉品 或是法剧 是比杂阿寒更早的 玉品跟法剧是比杂阿寒更早 佛在世的时候就解极的东西 但是因为法剧有很多法剧 法剧也有很多后来加进去的 不过玉品纯粹是早期的 就是它里面的内容 纯粹是早佛陀时代的东西 所以学者研究大概可以说是 佛陀亲口所说的大概就是玉品 还有不知道还有一个叫什么 就是不多 那玉品是其中的 其实它就是法剧 它就是企业 因为流传在民间的 它基本上就是用比较简单的句子 寄送然后来射受佛说的道理 或佛说的法 其实是这样 那么经说是不断传出的 就是阿寒经的这一部分 就是修多罗的这一部分 从大家设结极之后 就不断不断的传出 律也是这样 其实律也是这样 但是律是有限的 因为佛陀制的戒再怎么多 也就是那样而已 那经是不一样的 经还有弟子说的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佛陀是不断在讲经的 但是并没有一直在自见 没有 它是随着有饭才有自的 所以这两部分是不太一样 那它说经说是不断传出的 或是不了意寄送的解说 就是后来解说这个企业的 就是什么 记说 那记说就是企业的广分别说 那就是要解说这个什么 记送 记送就是不了意 那么也变成修多罗 或是法义的问答分别 就变成论了 或在生命事理的绝了 就是有一些比较 从经意佛说的这个法里面 不容易看出来的 那么我们把它抉择出 佛说法的深意所在 所以像大圣解身密经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道理 单单从佛说的这个法里面 你还不能容易就看出来 虽然它是语体文 不是记送 记送本身就不容易看 它是语体文 它是修多罗 但是也不容易看出来 所以还要生命怎么样 生命的绝了 集成的弟子所说 以如来所说 记说 那么记说后来就包含这几部分 记说的集出比企业要迟一些 所以最初是修多罗 然后是企业 然后是记说 从杂阿韩经与相应部的组织 知道企业别例 而记说是附属于修多罗饰品 这哪饰品呢 运出因缘道品以下的 以上所说是前来所说的结论 那现在要讲四阿韩 记说是附属于修多罗饰品以下 就是在这个四品底下有所谓的记说 如来记说地址记说 就是在运出缘起道品送底下 有所谓的记说 但是他说在传送中 辰转转传送 我背给你一代一代这样背 然后这样传 从这个地区传到那个地区 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 这时空了 这个时代上或是区域上 就不断的传送 文具见长 只要是传送的 多少会加一点减一点 加一点减一点 多少会这样 那么法义与四元相结合的记说 也不免掺杂到修多罗宗去 以云香印为例 杂涵总共有十四个色送 这个是企业 叫他们叫色送 初四送 十一跟十三送 文具比较简要 大家可以自己对照 第一个送 七到十送 十二送文具长一些 但仍是法义的开示 而五送 六送 及十四送 不但文断场 还参合了四元与辟 所以我后来会这样 那么就在这长篇中 像这个大正藏的二六二经 是佛涅槃或阿难以画家瞻眼 来教化禅头 这个就是杂涵里面 一品一品的 别例的 别例的一些经 它没有编在 就是没有编在 四十五杂涵里面的 但是它是另外编的 另外翻译的 那么 以画家瞻眼来教化禅头 传说事 就是大正藏版本的二六二经 结起以后的事 那大正藏版本的五十八经 对五音做十门问答 一色诵是十问 色四分称为问祭 这是问答论旧的记说 十门问祭赤铜碟部编为中部满月大经 绝因判为九分教的匹陀罗 现在多一个名词 叫做匹陀罗 那么杂涵经与相应部都有词两经 那可见上座部送本如此 也表示了如来记所与地记所 早已趁入到修多罗中 那么我们再往底下看 就大概 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经是不断集出的 如赤铜碟律 自治见度 这个是律典里面的 自治日 比丘等说法 诵经者集经 持律者 觉者律 所以不断不断在传出就是这样 每一次诵经 大家 因为你半月半月诵 或是诵戒也是这样 大家要解极 就是 那么你背哪一部分 你背哪一部分 那这些要不断的 因为要辗转传诵 不然一家就忘记 因为以前没有用写的 都用背的 用诵的 又经分别说 比丘中之诵经者 相互诵经 彼等共住一次 那么诵经的人住在这一区 持律的人住在这一区 然后彼此这样 才不会忘记 那你是背哪一部分 我是背哪一部分的 古代不用文字记录 所以集出的经 是由诵经者 诵词不忘而传下来的 不但诵习以集出的经 原来就有的 每年自治日 诵经者与诵经者 还要共同审定 新传出的经 又加到哪一部经 又加到哪一部经 就这样 不断传出的经 或说从佛听来的 就是这一些 他师父 也许是阿罗汉 也许是出国 也许是不管是谁 从佛听来的 或说和和众生 多闻其咎 从佛弟子听来的 就是直接从佛听来的 或是从他的师父那边听来的 他的师父也是佛弟子 早期的佛弟子 或说众多比丘处听来的 或是这些比丘 那么从他那师父听来的 我们又从这些比丘那里听来的 就这样辗转相传 所以叫做阿罕 后来就叫阿罕 那么 或说一比丘听来的 种种传出的经 要诵经者来解解 就是共同审定 编程式地 那么大家设 那个时候解解也是这样 你送出来 你听过什么 你送出来 你听过什么 大家说了之后 共同结局 你这部经 这部经 这部经 在后面 这部经 在前面 这部跟这部经是一样的 那么即使是阿罕 也要好几个月 大家都是智慧 都是阿罕 也要好几个月 都是有神通的 三明六通的 也要好几个月 三四个月 一般讲三个月 或四个月 审定传出的是否佛法 准则是 修多罗相应 不悦品 就是原来有这一部分 那么你后来 加进来这一部分 一定要合乎原来 那一部分 你不可以违背 不可以跟以前 讲的不一样 以前 解体系来是这样 你现在传出来的 说是佛说的 那怎么可能 佛说这样 或说这样呢 那之前讲 无我 现在讲 有我 之前讲 这个 这个常乐我境 是四种颠倒 现在讲 常乐我境 是涅槃的士德 如果是这样 他会说不一样 那他就不允许 类似像这样 那当然我们后来 讲的 涅槃经的 这个常乐我境的士德 不是指四种颠倒的那一种 那这个也是 慢慢慢慢发展来的 它是另外有 另外的含义 所以 这个 法义要跟原始 集出的修多罗相气和 能调伏烦恼 而不为乐品 那也不能跟律讲的不一样 就是 修多罗相业 就是要气和于经说 而且 不能跟律所说的相违背 那么 这样的集出 被称为四大广说 那因为佛法 佛陀截取的 就是法跟律 只要就是法跟律 那 法是佛说的 律是佛制的 那你违背原来 结极的法跟律 那你就不合乎佛说 这个道理很明白 它就是这样 所以以佛说的法 佛制的戒为主 你后面传出来的经 那么 合不合乎这两个标准 所以 这个叫做四大广说 是一切不派所共同 所共传的古说 那四大广说是哪四大呢 第一个就是前面说的嘛 从佛听来的 合合 就是上座那边听来的 众比丘听来的 或一比丘听来的 就是基本上从这四个地方 那这四个地方都两个原则 修多罗相应 不违平 那就是你的来处有这四的 就是从佛那边听来的 就直接从佛那边听来的 然后 这个上座比丘 佛弟子的上座比丘那边听来的 大德那边听来的 或是很多比丘共同的记忆 大家知道 那么 这众比丘听来的 或是 有一个比丘那边听来的 他是这样讲 你也不能说 只是他一个 然后 然后就说不是啊 那因为佛就可能 就只对他一个讲 或是佛对很多人讲 其他人都往生的不再来 就剩下他在 那你也不能说他一个 就不是啊 但是是不是 这是两个原则 修多罗相应 不畏平 那来源就四个地方 佛说的 上座说的 那么众比丘说的 或是一比丘说的 就是这四个 所以叫四大广说 有两大原则 多方面不断地传出 审定为是佛法的 就加入修多罗里面 就把 加入我们所谓的相应部 或杂涵里面就加 就这样加 那么这个就是 经为阿罕的原始意义 叫做辗转相传 那是这样 就加加加 然后再辗转相传 那么辗转相传有两种 一种就是 各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不断传过来的 然后一个就是 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的 那辗转相传 那从那个地方 我从那个地方听来的 他是从那个地方听来的 从这个地方慢慢传 从这个人传到这个人 从这个人传到这个人 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 从这一代又传到那一代 那么这个叫辗转相传 那基本上就是阿罕 阿罕的原始意义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讲 善见律毗菩萨 善见律其实是同叠律 解释同叠律的 那我们这边翻 没有翻完整 他就是善见律 容受聚集意 明阿罕 解释这个阿罕 如修多罗说 佛告诸比丘 我欲三界中 不见一阿罕 如畜生阿罕 纯是众生聚集处 那他这里讲到 什么叫做畜生阿罕 就是畜生去 也就是畜生到 六去六到 去是容受聚集的意思 意思就是所有同类 我们叫做同类相聚 那么这阿罕就是 一类一类的放在一起 那就同类相聚 那么畜生去 同是畜生这一类的 就到畜生这一道 有这样的业 同是人这一类的 就到人道 就是这一个业相聚 就是同这一类的 所以去是容受聚集的意思 那么进草东进的道安 解释这个阿罕的意思 叫做勤言去无 这个勤不是勤草那个勤 是邀请 扶请那个勤 因为道安那个时代是这样 去无 生照说勤言法规 辟笔俱寒 百川所规 故以法规为名 以绝因所说有相同的益处 那底下这一句 其实就是来解释 集出 把它集出 而会归于处 就是我们就同类相聚 形成一切经法的种位 就叫做阿罕 好 我们先讲到这 阿罕